花蓮地震發生之後 有男子一路從臺北 趕到了花蓮 一想牽開他爬下水道 化身忍者龜 目的呢 是要去這花蓮的天王 新大樓來救雞 索性讓這名男子掛心的雞 全數獲救 目前已經送往農場安置 推開下水道 這不是忍者龜 只見男子全身髒污 鬼鬼祟祟探出頭來 男子有些吃力 用手沉著身體一旁的酒吧 老闆還以為是小偷 爬下水道投擊摸狗 沒想到這男子 竟然要去花蓮的天王 新大樓拯救雞 這間男子一本震驚 回答出這超離譜的答案 這名城市人者龜 看到雞 之受困新聞 特地從臺北趕到花蓮 但是路口都被圍住了 竟然異想天開 想從下水道通往天王 新大樓救雞 一隻 男子滿身土壤混雜著會霧 地上都是他髒稀稀的腳印 臭氣熏天 由於地震會導致下水道堵住 再加上地下滿是有毒氣的早氣 讓他不敢再前進 只好作罷 索性讓忍者龜南掛星的雞 之隔天已經全數救出 天王新受困的最後一隻吊掛雞 終於被救出 他腳上還纏繞著困住他的線 公班人員也幫他檢除 不過四組在地震後失去家園 目前情況已經無法繼續飼養 他與同伴一共六隻雞將全樹安置在農場 農場主也向住戶保證他們不會被吃掉 貓咪也滿靈巧的 然後後來他是從花崗街的方向翹出去 那目前是沒有在發現他的中間 繼罵難者康老師的愛貓獲救後 昨天又發現三花貓花花 還在瓦砺堆中穿梭尚未脫困 工程人員試圖拯救但沒有成功 貓咪的四組也說花花是流浪貓 是市場裡公認最難抓的一隻貓 工程人員涉嫌進入圍樓 發現花花的蹤跡後 池捕撈網要捕捉 但是貓咪疑似受到驚嚇 穿過床底朝大樓深處逃離 救難人員一度亮腔索性 沒有造成傷亡 記者綜合報導